好久不见的TELO为了家乡挺身宣传 因为9月初的强震把游客全都吓炮 将近300亿日元的观光损失 让业者大汗冻被屌 温泉旅馆的女将们直接杀进首相官邸 也让安倍开金口宣布实施赴新歌 事实上除了部分重灾区域 整个北海道都已经恢复正常 但旅客就是不敢回头 为了加强力道 日本政府做主撒钱 把重点放在外国客身上 如果以扎晃金王广场酒店 单人房来算 一个晚上9500日元 5个晚上将近5万日元 不住7成便宜了3万多 一趟住下来 就能省了快要1万台币的房费 整个北海道阴影期盼旅客们快回来 其实北国人不用太担心 因为10月起京都住宿税开跑 这一跪一审 聪明的客人都知道该往哪跑 不过台湾有旅行社透露 业内完全没有收到 北海道住宿补贴的消息 甚至有团客要求旅行社退差价 但其实这项补贴方案细节还没出炉 就连当地业者也还没收到正式通知 不过北海道饭店业表示 一旦补贴政策10月1号上路后 将会全力配合 届时可能以降价的方式 直接回馈给消费者 记者综合报道